房间说,早产生贵子,就是妈妈在参加舞会时早产的。 丘吉尔作为二战巨头,又有很多流传甚广的小故事,是个不折不扣的名人。 然而,早产一定生贵子吗? 事实上,早产儿是要家长一生共同努力,付出更多。 其中,早产儿出院后随保更是一项最重要的功课。 大部分早产儿出院时,都存在明显的体质量低下,营养缺乏风险增加等情况。 但婴幼儿可塑性很强,出生问题如果及时干预,效果很好。 反之,如果错过了最佳时机,后面需要家长一生付出更多的人力和精力,而且效果很可能不理想。 因此,如果孩子早产,做好定期评说,把握每一次早产儿出院后随保很重要。 早产儿出院后随保,因人而异,早产儿需要进行各种随保。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的早产程度,以及在出生后不久活得新生儿重症监护室。 MICU里有哪些病发症? 有些早产儿要看儿科医生或家庭医生。 有些则需要经常去新生儿随保门诊,以便让医生检查其生长发育状况,并进行体检。 在三级医疗机构,一般有随保门诊。 一般来说,随保门诊的检查,一般安排在矫正年龄的底,4、8、12、18、24。 隔36个月,矫正年龄是只从预产期开始算的年龄。 一般来讲,早产儿在矫正胎龄40周以前,医生会按照功能生长的区限评价。 在矫正胎龄40周后,按照矫正年龄,参照正常医幼儿的生长标准进行评说。 早产儿出院后随访,具体的随访内容是, 一,体格发育和未养指导,体格发育监测指标包括体重、身高和同位, 评估常用标准。 三纯区限用于胎龄40周内,90儿童体格测量指标, 体重在纠正胎龄第25%以下。 互生长发育区限,体重在纠正胎龄第25%以上。 此外,现在有很多软件,也可以监测早产儿的体格发育情况。 出生体重2000克的早产儿,可以直接母乳为养。 每日监测体重增长情况,增长不佳的情况下, 添加母乳强化剂,出生体重2000克的早产儿。 早期建议添加母乳强化剂为养,按照比例添加,出院后建议半量为养。 根据每日体重增长情况调整肉量,而如果产数没有母乳或者次升级并不适合胃养。 出生体重2500克的早产儿建议,给予早产儿配方奶胃养。 出生体重2500克,且没有母乳或者不适合胃养的早产儿, 可以直接给予一段配方奶胃养,同时监测体重增长。 二,其他营养素补充,卫生素B,早产儿出生后就要开始补充卫生素B。 早期可以补充800到1000国际单位美币。 出生3月后,剂量可改为400国际单位美币,直至2岁。 铁剂,矿物质一般在孕后期在新生儿体内储存。 提前出生的新生儿体内矿物质常常不足, 因此建议早产儿出生后常规补充切记,同时定期复查,直至较正年龄一岁。 三,申请系统发育,早产儿三月里内可行GMS评划, 早期鉴别脑瘫等发育障碍,纠正月06月、12月和18月, 请该走发育量表评划,从适应性、大运动、经济运动、 语言和个人社交五个方面进行评划,定期随访的早产儿在检查时, 发现神经系统发育落后,会给予早期看复干预。 早产儿出院后随访,意义核在,生命奇迹,中国最小早产婴儿。 点点今年1月15日,万月仅22周加两天的宗女士,早产下了男宝宝点点, 点点出生时仅550克,整个人几成人巴掌大小。 点点一出生,MRCU的医护团队与产房的医务人员,就展开了紧急的产房复苏, 进行保暖、呼吸支持等抢救。 产房复苏稳定后,点点立即被转入先生儿和MICU病房, 入高级保温箱,进行呼吸支持、启动静带质管等。 同时密切监测血压、血氧、血气等生命体征。 同时点点还接受了带手势护理。 这是一种先进的护理方法, 把超级出生起重而放在妈妈的怀中, 让宝爸趴在妈妈胸前。 两者皮肤互相接触, 让妈妈的体温起到保温箱的作用, 使这类新生儿存活率提高。 24小时一对一特骨, 但属上不比, 生命的寂静总是鼓舞人心。 珍惜来之不易的生命, 好好把握现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